那Omicron其實從BA1、2、3、4、5 看起來也是這個免疫逃脫的人力越來越強 直到最近呢 這個印度或其他國家 也有傳出BA2.75.2這種新的病毒株 越來越不容易讓這個身體產生一個免疫力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警訊 病毒是不會絕跡的 為了在人類社會中持續的不斷傳播 它會進行突變 就是好像一直感染感染 感染不完的感覺 那會不會呢 之後呢 我們新的病種病毒BA2.75.2又進來了 造成第二波的流行 這是有可能的 最早出現在印度的Omicron第二代變種病毒 BA2.75 竟然在當地又發現出新的變異株 BA2.75.2 甚至有專家警告 此變異株的免疫逃脫能力 將是歷代最強 其現已至少傳播至8個國家 而針對新型變異株對本土疫情影響 醫生舒一峰也受訪分享看法 對 其實這個目前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新冠病毒就是 它如果傳染的人越多了 當然它會累積這個突變 那有益的突變之後呢 就會改變它的抗原 抗原就是它的病毒的表現 那表現抗原改變了之後呢 然後身體就會有點認不得它 所以就會逃脫我們宿主原本建立起來的一個免疫反應 那甚至也有可能改變這個病毒的毒性 所以一路上來呢 我們從這個 一開始的原始株 到後來的 Alpha Delta 其實都是一個抗原的改變 大改變 然後到最近最新的就是Omicron 那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改變是 越來越不容易讓這個身體產生一個免疫力 適當的免疫力去解決這個病毒啦 所以會免疫逃脫的問題 似乎變得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嚴重啊 那Omicron裡面呢 其實從BA1 R223R到45啊 看起來是也是這個免疫逃脫的人力越來越強啊 直到最近呢 這個印度或其他國家也有傳出 BA2.75.2這種新的病毒株 它號稱就是在實驗室他們看到的逃脫人力 又比原本的更強啊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警訊啦 畢竟現在呢 我們台灣現在正在流行的一波 這一波呢 看起來就可能是BA5所引起的 那會不會呢 之後呢 我們好不容易等到這一波下來了之後呢 結果新的病種病毒BA2.75.2又進來了 造成第二波的流行呢 這是有可能的啦 目前來說呢 我們會看到這病毒呢 為了在人類社會中持續的不斷傳播 它會進行突變啦 那也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就是好像一直感染感染感染不晚的感覺啦 不過還是鼓勵大家就是 定時該打的疫苗還是有幫助 比如最近我們台灣開始要打Omicron的這個次世代疫苗啊 有BA1啊和BA5啊比較晚進來啊 那其實這兩個都是建議說大家應該選一個接種啊 那如果你有接種的話呢 後面再進來的BA2.75.2啊 你就可以不用那麼擔心了 因為你的身體 起碼對它會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那就比較不容易重症了 對其實這個疫情已經不敢說什麼時候結束了啦 當然我們應該說的是什麼時候與它和平共存 這個比較實際啊 病毒像是一直傳播傳播看來是不會結束的 我們人類史上呢曾經戰勝的病毒其實不多啊 屈指可數啊 什麼天花病毒數一數就沒了 大部分的病毒呢仍然還是在自然界環境中流行 只是高度流行和低度流行的差別 像流感就算是就是有時候會高度流行嘛 那有些病毒比較少見 小麻痺或什麼就比較少見 這個還是沒有完全絕跡啊 所以目前來說病毒是不會絕跡的 但是我們人類會跟它共存 那共存的條件就是它在每一次每次的突變之後 它變得越來越弱 然後人類呢已經在每一次每一次的感染之後呢 對它越來越熟 熟了之後呢以後感染就是重症比例比較低 比較低之後呢就可能就是變成一個我們和平共存啊